每个人喜欢肖战都有原因 今天咱们来看一看你是怎么认识肖战的 喜欢上肖战的 跟着我的步伐认真回忆他的故事吧 他曾是电脑办公桌前的社畜 他曾是24K纯素人出身 他是燃烧吧少年中舒淇李宇春战队争抢的学员 他是X9少年团主唱担当 对内守卫拥有个人单曲的成员 取名满足 他是超新星学院超能力男主方天泽 他是相爱穿梭千年二摄影店梁老板 他是桌妖级二中的永宁村小妖 他是哦我的皇帝殿下里深情款款的王爷北唐默然 他是豆破苍穹里魔兽山脉拥兵团后人林修雅 他是创造101人气学长 他是2018年鹅厂星光盛典Dockey年度人气王 他是陈情令中红遍全亚洲的魏无县 他是微博年度涨粉最快艺人 并且也是用最少微博数打最高点赞的人 他是素人特工中美角的小凤 他是2019年古装片综合票房冠军朱仙的男主张小凡 他是我们的歌优声拍档 用炸裂的台风纯粹的声音搭档纳英 为众多快智人口的经典老歌赋予全新时代特色 他是庆余年导演孙浩口中眼睛特别干净的潜力鼓 严冰云他是最美短片买耳朵里演技炸裂的外卖小哥 他是最美短片夹灰中调皮捣蛋挨打的青少年 他是唯一一个连续两年在微博之夜上蝉联微博king的男演员 他是央视春晚小品喜欢你喜欢我中勇敢表白的牙科医生 他是明星大侦探北方慢车迷暗中乘务员潇洒 他是二二期饱受风霜 没有只字片语 把责任与担当做到极致的男人 他是吉尼斯销量最快数字单取记录保持者 单取光点发行24小时破2548万张 总销量1.421 全球单取销量前三名 他是最美逆行者中积极配合防疫 为社区订菜渠道分享的菜丁 他是星光大赏中饱含泪水双向温赴 创造红海之约的男人 他是狼殿下里浪迹天涯的赏金猎人吉冲 也是被网友誉为史无前例最争气的男儿 他是优酷城市人文旅游纪录片奇妙之城重庆片的保游 他是爱奇艺为爱尖叫的压轴男嘉宾 他是斗爸爸心动之夜里的年度热亡之行 他是斗罗大陆中天赋一柄 至从高远的唐三 他是北京东方央视三大内侍力挺的对象 他是灯梦之约里带你感受冰球运动魅力的推广大使 他是经典央华巨足一票难求如梦吃梦中的五号病 他是为你买空一层花 为你聚成一片矮花海的地道者 他是618沸腾之夜中的保障男孩 他是斗爸爸中最快突破800余话题的话题王 他是血洗B站统一饭圈审美的男人 将一群很久不追星三十岁以上的大陵女青年拿下的男人 他是遗生请坐指教中救死扶伤的外科医生顾魏 他是王牌部队中帅气勇敢的兵哥哥顾一也 他是玉骨窑中仙气飘飘的石影大人 他是2020年杭州亚运会工艺圆梦大使 他是第六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中特邀嘉宾 合唱的中华力量正能量世俗 他是用最短时间作用25个代言 其中三个顶舍 为其品牌方创造超过百亿价值的代言人 他是爱国赤子 工艺小能手 他用自己的珍藏感化粉丝 跟自己的粉丝一起为工艺事业尽绵薄之力 他是当今娱乐圈里的一股清流 也是用最少粉丝数撬动最顶级流量的男人 全是碾牙式乱腾断牙式第一的概念 他的走红是把人做好把事干好 正如他所说的 他要做一个让粉丝骄傲的人 破界跨界闯世界 我想说肖战我们因你而骄傲